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好久不见 最近有很多朋友给我私信留言说 小马你怎么不再更新视频了 是这样 其实我这个频道并没有停 主要是今年9月份开始 我正好接到一个项目 所以说我一直在忙那个项目 然后这不到年底了吗 对吧 也差不多了 快忙完了 我想是这样 今年可能我这期 就是最后一期了 从明年2021年开始 我还准备像以前一样 就是说每周给您更新几个视频 把我学到的一些新的知识 新的技术分享给大家 主要还是分享到 YouTube和B站的两个平台 然后我明年的技术方向 我准备做什么课程 我准备是以手机开发为主 然后手机开发 像现在您看到的是 我最近正在做一个 Game Store这么一个项目 现在也差不多已经完成了 大家就这么一个样子 然后我明年给您做的课程 是以手机加web开发为主 主要是以手机为主 手机我又以iPhone和Android为主要开发平台 iPhone我准备给您 还是接着我的SWIFT UI 开发进行讲解 同时SWIFT UI它现在出来是2.0 它不但可以开发手机 还可以开发桌面游用程序 还可以开发小部件 功能是越来越强大 我认为从明年以后 咱们如果再开发手机应用的话 应该首选SWIFT UI 而不要再选UIKit 明年我会把我的课程 往这方面进行加强 同时我也准备再开安卓的开发 安卓的开发 我准备采用是Cotlin的开发语言 Java我准备把它放弃 咱们学Cotlin 为什么 因为Cotlin和SWIFT UI非常的相像 您只要会其中一种语言 然后向另外一个语言去转化的时候 非常的简单 所以说我明年给您介绍 安卓开发的时候 我会基于Cotlin的平台 同时给您介绍Jetpack的框架 它也非常的像SWIFT UI 我认为这是我今后 在手机开发上的两个应用 一开始说 我还准备给您做Flutter的课程 可是我经过这么多项目的经验来看 我认为这种混合式的编程 真的不适合于您在做 这个公司做大项目 小项目可能没问题 小项目其实也有问题 为什么 因为它这个混合开发平台 一旦出现框架的bug的前提下 您是无法对应 您只能等着谷歌公司去给您对应 非常的缓慢 所以说我今后的开发 还是基于原生进行开发 同时再给您准备一些小工具 比如说web开发有些便利的工具 等等都会给您讲解 同时在手机给您做手机开发课程的时候 我还会再给您做一些云服务 云平台的课程 像最近我上面用的项目 就用到了Firebase 我觉得是非常好 以前咱们做手机开发 都是怎么开发 都是先写手机应用 然后咱们再写一个API的服务器 然后服务器的内部 去连接数据库等等资源 如果咱们用云服务的话 完全的不用 咱们相当于是说 咱们直接在咱们客户端 在咱们比如说Voe的APP里面 或者说在咱们的IOSAPP里面 就可以直接使用云平台后面的数据库 就相当于是CS结构 不是BS结构 所以说我今后也会在云平台上 给您做一些课程的讲解 目前我准备至少给您讲解到Firebase Firebase我通过我上一个项目应用 我觉得真的是太方便了 它可以有云数据库 它可以自己建一个网站 加主机 甚至它的域名重定项 都给您做的非常的完善 我是非常的喜欢Firebase 今后我会给您做Firebase课程 同时 现在其实Google的GCP 它虽然数据也很不错的云平台 价格也不贵 但是它还是打不过Amazon的AWS 所以说明年我会再给您做一些关于AWS的课程 我准备是一点点的学习AWS 因为我现在 我是2015年左右 我给我们公司做一个AWS 但是到今天为止跟当初变了很多 我觉得目前看来看 不管是您在哪个国家 AWS的云服务都是今后的一个发展方向 所以说今后我可能再给您做一些个AWS的相关课程 给您讲解一下 它这云服务该怎么使用 目前通过我的调查的经验来看 AWS确实比较贵 任何一个小细节的 因为它把整个云计算平台拆分的非常的细 它把拆分成各种各样非常细微的服务 您使用每一个小服务都要为它付费 所以我觉得可能怎么说 综合来看 Google的GCP相对比较便宜 但是普及率是AWS最高 但是AWS也比较贵 因为为什么 它拆的太细了 细到什么程度 我想明年我做课程给您一点一点的讲解 好不好 OK 那我今天这期就作为2020年多事之秋的最后一期 从明年开始 我会像2020年一样 给您带来最新的技术 最新的课程 也希望您能够持续关注我的频道 同时我还非常的感谢 能够成为我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叫小马今后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这期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 谢谢您的观看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再见咯 拜拜